最近入手了Surface Pro 8 然后本来想给大家录一段开箱视频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我就不给大家开箱了 首先先说一下 Surface 8是可以换硬盘的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捅它一下 然后就可以去换它的硬盘 但是它这个硬盘是NVMe的一个 就是普通的NVMe的口的硬盘 但是这个硬盘的规格特别奇怪 它是这样的一个规格 这个大小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很难找到这个规格的硬盘 所以它就卖的比较贵 然后它这块的设计非常的好 设计就是从这一怼 它就能够弹出一个小东西 你看到这里 可能弹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从到这里就会弹出一个东西来 然后把整个这个顶起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磁铁 然后就可以吸上 这是它原机的128G的 我换了一个512的一个硬盘 换起来都非常简单 直接插上就行 但是还有一个小事 就是它的螺丝 这个位置的螺丝非常的难找 这个螺丝刀 大家如果要是上网去找 可以提前买好 否则这个螺丝是很难卸下来的 这个螺丝大概是我正好有套装 它是T3 然后是这种6星的 让我们看清楚 T3 6星的一个螺丝口 这个螺丝口非常的不太好找 就才能把它拆开 拆开以后 我原本是把它要放进去 因为这里面原来装的 这台机器自带的是 Windows 11的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我们要把它换成Windows 10 因为因为用Win10用的比较习惯 所以就把它拆开换Win10 随手就把硬盘装上了 我把硬盘上面还装了一个散热贴 然后就崩溃的事情就来了 首先第一个 这个机器是没有USB口的 这个机器是两个Type-C的口 这两个Type-C的口 就导致我所有的盘 所有的系统盘 插不进去 就很崩溃 所以好在博主家什么都有 有转接头 转接头就可以插上了 我同时在网上还买了一个这种扩展槽 不知道是我这个扩展坞有问题 还是怎么回事 总之理论上插上应该这两个口 都好使 但是就是不好使 而这个东西在我的ThinkPad的笔记本上 插上就好使 从未失败过 所以不知道是本子的和这个东西的兼容性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总之很纠结 好了再来说一下这个笔记本另外一个纠结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键盘 非常漂亮的键盘 然后键盘下面还有一个笔槽 这里面可以放一支笔 非常好 但是这张键盘是蓝牙的 也就是当它开机的时候这个键盘是不好使的 如果你要做到系统进PE的话 这个键盘是不好使的 那么我们寄出了这个东西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插了一个系统的启动盘 启动系统以后没有键盘 没有键盘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们又寄出了从桌子里面翻出了USB的hub 这里面插了一个逻辑的优廉 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带我的键盘和鼠标 然后还需要一个口插系统盘 然后如果您要想把机器的系统拷出来的话 你还需要另外的设备 我们需要另外的U盘 因为这个口是2.0的 非常的悲催 所以你要从这里面往外拷东西 那是极其漫长的 所以我有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NVME的USB的一个口 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奥瑞科的 这个USB的硬盘盒 它是自带一个Type-C的一个口 对再说一下 这个口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Type-C 它是一个雷电的接口 所以理论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它是可以外接显卡的理论上 但是在重做系统备份系统方面 真是踩坑无数 好 那么我们希望用这根线把系统 转到这个盘上 我想要保留原装系统的话 原装Win11系统的话 就需要做这部分操作 如果你想往这个电脑里面装系统的话 你需要用这个U盘 这个U盘PE引导以后 然后从这个里面往这里面去装 Windows10的系统 从这儿考这儿一兆每秒 简直崩溃死 因为它在没有驱动这个口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口 好 现在我们现在开机 开机的时候 它又非常容易的进这个后面 这个Win10 进这个Win11的系统盘 它就不启动这个USB的这个口 总之这个电脑在装系统方面 简直崩溃的要死 先这个没有这个ThinkPad 没有外接的键 没有本身的键盘 就导致了这个电脑在重做的时候 这个特别的麻烦 好 我们开机以后 一直按住音量键的下 然后期望它能出来 这个U盘的灯闪亮了 还不错还不错 进来了 谢天谢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PE 做系统的这个经验 这个步骤是很快很快的 就会完成的 但是因为它是USB210 它现在没有驱动 没有驱动的情况下 你看这一步非常的慢 而且看似这里面有一个虚拟键盘 今天竟然好使了 我这个虚拟键盘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触摸非常的不灵敏 为什么 因为屏幕没有驱动 所以触摸屏是没有驱动 所以这个键盘也是点不了 我刚才不知道是怎么把它摁出来的 总之在这一步的时候 是非常崩溃的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 如果你要想装一个新的系统 我建议新买的硬盘 要放到另外一台电脑上 或者是通过另外一台电脑的 高速的USB3.0的接口 把这个盘分区 同时把它的地盘烤进去系统的东西 然后再去构思的也好 去安装也好 安装到C盘里面 这个电脑如果要是通过这个口来安装的话 特别的痛苦 特别痛苦 我们这块暂时不跳过了 还可以看到这个鼠标也是在跳跃 我用的是优廉的逻辑的鼠标 因为这个口的传输的速率有限 所以当它带多的设备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也有可能我的WinPE没有驱动 我不知道有没有Windows PE 能够驱动这个口的 但是我这个是非常失败 我现在暂时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要想把这个 原来这块硬盘的 Windows 11 一备份出来是很费劲的 要想装一个新的Windows 10 也是很费劲的 而且这台电脑 可能是由于比较新的原因 我之前是给它装了一次Windows 10的 装完Windows 10以后 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 笔驱动不上 这个笔的按钮是可以驱动上的 但是笔的滑点按滑写等 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没有的 就是笔非常好 握持感觉很好 而且它有一个按键和这个按键 理论上这是擦 这是写 然后这个是截屏 非常好的一个笔的设计 但是笔在我装完Win10以后 装完Surface的官方驱动以后 它就没有驱动 这让我很痛苦 而且Surface它的驱动只有一个文件 只有一个特别大的 大概700多兆的这么一个文件 双击它进行安装 它也没有任何告诉你 哪一步是装笔的驱动 哪一步是装显卡的驱动 通通都没有 只是你什么都看不见的这种安装过程 安装完了之后 发现笔没有驱动 你要想再安装 之后你就双击它再安装一遍 发现以后依然没有驱动 总之是异常的崩溃 但这可能是个趋势 是个傻瓜的趋势 可能像我这样手动安装系统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的人可能就用它自身的 Windows 11的系统 但而且它原来的硬盘里面 可能还自带的恢复系统 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会像我这样折腾 我只是在这录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折腾的过程 进了问PE了 当时就很痛苦的 一顿打键盘 结果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键盘没有驱动 键盘没有驱动 所以这个驱动 但是真的是崩溃死 这个键盘非常漂亮的一个键盘 但是用不了 所以好在我有外接键盘 好在我有外接键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打开我电脑 我电脑以后 自己这个盘是被驱上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插上 然后我希望现在把Win10 给它构设得出来 这样我保持它原有的Win11的系统 看 插上U盘以后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所以就崩溃至极 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把它系统里面的东西烤出来 当然除非你有另外一台电脑 可以很方便的把两个NVME的东西全都共享起来用 但是我没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硬盘盒是带了一个USB3.0的这种 USB3.0A的A口的这种盘 这种东西 是这种口 所以我查到2.0的USB Hub上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烟盘出现 看我们现在已经 这个口是一直在闪烁的状态 在闪烁的状态 然后看看过一会儿它能不能驱动出来 好像是有反应 但是由于它是2.0的 这是有反应的 由于它的口是2.0的 所以在拷贝文件的时候是超级慢的 所以我们还很麻烦 这有两个配置文件是没有什么用的 还有这几个文件我稍把它删掉的 删除以后 删除以后 删除以后我要把这个盘进行一下 备份 把C盘 你看用ghost 打开ghost一键备份的时候 还看不见盘 这久不久解 总之这个系统特别的麻烦 好 我手动ghost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实现这个情况 所有的操作都要慢 因为它反应是很慢的 可能是由于驱动的原因 有可能是这些设备的原因 总之 你看又不好使了 可能是还在读什么 你看这个盘又掉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鬼 to image 然后选择盘的时候 一定要选对了 首先我们是NVMe三星的盘 然后 C盘的分区 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有EFI的分区 然后还有一个Windows 就是恢复的这么一个分区 它那都不是主要的 我主要是要备份C盘这个区域 首先我们按一下OK 然后同时我们把它存到第三块盘的D盘 第三块盘的D盘 并且给它一个名字 叫Win11Surface 这看的不是很清楚 要是做过这个操作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要选择高的压缩率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因为这是一个EOSB2.0的接口 所以我估计此过程大概要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好了 我要去喝咖啡了 开始了 看看速度 速度还蛮快的 但这个是压缩速度 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压缩速度 这个217是拷贝速度 总之不知道了 剩余时间18分钟 等它走一走 看一看 剩余时间24分钟 还在涨 看来我得喝两杯咖啡了 我就采取一种偷懒的办法 直接录屏了 看看我这个surface的症状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插上这个Type-C的正常的口了 很容易就识别着这个硬盘了 然后 这个扩展仓 这个东西在我的电脑上 在我的ThinkPad上是每次查都好使 大家看我带了两个硬盘 带了两个USB的盘 然后我插到这个位置上 看它这次更惨 这次什么都没识别出来 我经常是在这里只能识别出来一个盘 大家看这个现象 同时我们再去查这个 电脑可以 原来是电脑可以听到声音的 但现在电脑什么声音都没有 而且我现在是带着电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我的这个 因为是带HDMI接口的 这个是带HDMI接口的 所以有可能跟它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没有道理 然后 而这个USB口 它是USB3.1的 USB3.1的口 或者是雷电的接口 我也装了雷电的软件 叫雷电 刚装上它的时候 这个机器是可以顺利的识别这两个 但是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 让我机器崩溃 看 现在又好事了 当它出现这种问题 我最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所以由于这台电脑装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 每次装系统因为这个优口的事 所以我必须用USB2.0的这种 这种USB Hub 就最传统的这种USB Hub 然后去接上键盘 然后再去安装 所以就是每次装的时候 都是要费很大劲 速度还很慢 还不好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再测试一下这种转接的方式安装 转接一个转接槽 然后 装 转接槽也是好使的 所以我现在高度怀疑 可能是我这个东西 和这台电脑的兼容性 不是很好 就是扩展物 和电脑的兼容性 不是很好造成的 但是也不除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没办法 我这个是整个电脑 我装的是一套全新的Windows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乱七八糟 什么人脉 日历 这些都有了 那么装了这个系统以后 然后又给这个电脑安装了 这个Surface的一个补厅工作 Surface的驱动 装完SigSurface的驱动还依然这样 可以看到 这是一台全新的电脑 我装的Win10的操作系统 然后这是一台全新的Win10的操作系统 而且是原版的操作系统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硬盘的东西 烤进去看一下 看下拷贝速度 这是通过转接 转接器 然后转接过来的 转接速度就很慢 时快时慢 然后如果我要是不通过转接器 直接这种Type-C口的这种拷贝 我们试一下 这个就是直接Type-C口的 这个系统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而且是Win10的原版系统 没有做过任何精简的 大家可以看到纸牌 Windows商店 闹钟等等 这些还都存在 然后上面这个U盘 现在是用Type-C的口连接 直接连接到电脑上 下面这个是通过转接槽连接的 我们可以分别看一下 这两口的拷贝速度 这是拷贝到上面这个口 直接这个U盘 就是带一个 这好像是联想的 就带一个Type-C的一个口 原本是为了查手机用的 你看它这个速度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波动 也不知道是U口的问题 还是驱动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停掉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颗盘 下面这个盘是这个 它提示因为我是有 好 那么看通过转接器转接以后的USB口的口碑速度 还算可以20多 也是一个USB 可能这个U盘也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这至少是一个USB3.0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的驱动 现在是有问题的 有可能它这个机器的驱动是一个雷电的 Type-C的口 它并不是一个USB3.1的Type-C的接口 所以就导致了现在的连接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期待以后它能够通过硬件的更新来 通过软件的更新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这就是我的Surface Pro 8安装Win10的一个真实体验 非常的痛苦 这两个Type-C没有键盘 没有鼠标 没有触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简直是特别的痛苦 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 这个笔在这个系统上 一个原版的系统装完了 这个笔是好使的 大家看 这是可以的 同时按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截屏的状态 我可以把它截出来 按一下就是一个截屏的状态 一截就截出来了 两下就是一个全屏的截屏状态 这个跟Windows的无缝连接 这个笔还是很爽 非常爽的 点这个右下角的白板 可以画 这个笔触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笔还是很点赞的 但是确实也很贵 所以就这么 你看随手一放 它就能磁吸过来 好 我今天这个系统看来暂时先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有可能还会后续的再去更新它的这个系统 对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52500兆的硬盘 还是很爽很爽的 原机的128G的硬盘还是太小了 好了 到这里为止吧 拜拜 拜拜